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男人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他一脸冷漠拿刀在伤口里旋转 女人痛得面部扭曲 可男人依旧不为所动 因为他惹了不该惹的男人 老张元是一名顶级杀手 但因厌倦了杀戮 选择隐退过上平凡的生活 与妻子共度时光 然而有一天 妻子却提出要和姐姐一起出去旅游 并将姐姐18岁的女儿托付给他照顾 老张非常不情愿 虽然曾经叱咤风云 但在妻子面前只能乖乖听话 无奈之下 老张只能答应 殊不知 这简单的要求 却让他陷入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之中 晚上 老张按要求接到了放学的允治 可对方却以买书为由不愿回家 老张只得将他送到了书店附近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看到允治并没有去书店 而是上了混混的车 虽然允治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老张并不想过多干涉 但看到旁边宿醉的女孩 又想到妻子的嘱咐 他还是心软了 幸亏刚刚在给他钱时 老张留了个心眼 在钱包里放了一个定位器 他跟随定位来到了一处会所 而此时的允治正跪在大姐大面前 被迫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允治自然是不肯 同样遭遇的女同学哭着恳求放过自己 结果却是一巴掌 就在要对允治下手时 老张赶到了 混混掏出小刀就冲了过来 但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就是个战武渣 老张收拾完几人后 让允治先走 又将夺下的刀甩了回去 没成想大姐大还敢偷袭 老张面不改色 受到惊吓的允治回家后 听话了许多 对眼前的大叔也很好奇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但几天后却传来了 女同学死去的消息 警察通过监控视频找到了老张 但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没有将他抓捕 随后允治接到了大姐大的电话 老张接过电话 对方威胁要马上把允治带来 否则将证据交给警方 因为杀死同学的那把刀 正是他就回允治时甩回去的那把 上面还留有老张的指纹 老张意识到这事是冲着他来的 于是收拾好装备后 交给允治一个定位手环 便驾驶着多年未动的摩托 独自来到了对方指定的地点 光头见有人闯入 一脸不屑地上前阻拦 却连老张的头发都没碰到 他示意对方交出刀 但老板却拿允治的性命威胁他 看来他还没吸取教训 老张抄起酒瓶砸了过去 见老板还在嘴硬 他抓住光头的胳膊开始放血 老板一脸震惊 这才意识到老张是个狠人 赶紧把刀丢了出去 就在老张剪刀时 老板拿出枪开始胡乱射击 老张不愿与他们纠缠 离开了现场 可当他回来时 却发现了不对劲 监控被破坏 地上满是脚印 而允治也不见了踪影 根据定位手环 老张抓住了那个女人 但他所寻找的人并不在这 尽管大姐大被绑起来 他仍然嘴硬 明显没有将老张放在眼里 老张毫不犹豫地 在女人的大腿上刺了一刀 被打成宝宝后 他终于透露了绑匪的地址 老张毫不犹豫地 杀下那个地方 一群混混健壮冲出来 但他们根本不是老张的对手 很快 所有混混都被他解决掉 幸存的三人目瞪口呆 连忙撒腿就跑 可车门都没摸着 就被老张抓住 然而 他们并不知道允治的下落 老张毫不废话 直接杀了其中一个人 他不断杀鸡警猴 当逼问最后一个人时 一个凶神恶煞的黄毛出现了 黄毛不仅透露了允治的位置 还声称一小时后 就要将他迈到印度 他之所以把所有事情 都告诉老张 是因为他确信能将老张斩杀 然而老张救人心切 不愿与他纠缠 他猛踹黄毛一脚 直接冲上楼 黄毛追了上去 却落入了老张设下的陷阱 他将一根绳索系在窗户上 两人在激战中 老张抱住黄毛 把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他腰上 然后抓住绳子 纵身一跃 从窗户跳了下去 刚准备离开 老张被赶来的警察老普拦住 尽管老张极力解释 但老朴坚信他是凶手 老张别无选择 只好劫持了老普 随后两人迅速赶往码头 刚到达 就发现了绑架允治的一伙人 老张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 直接撞向他们 随后一枪解决了混混 他成功解救出陨质 不料老板突然驾车冲来 两人猛地砸在车上 老板艰难地从车里爬出 老张询问他们的幕后老大 可老板宁死不说 于是老板死了 随后拿出老板身上的手机 拨打幕后老大的电话 却意外发现老普的手机不断响起 原来警察和老板早就勾结 老张抓住了他们的把柄 于是老张利用这一点 告诉老普 要么与他合作 要么就去见太奶 怕死的老普只能答应 在他的安排下 两人都被送进了医院 几天后 老普向老张透露了一切 原来有一位政府高官 喜欢年轻漂亮的大学生 特别点名要允智 这就是为什么他多次被帮走 在老普的帮助下 老张很快查到了那个人 他竟然是韩国第一大法官金正勋 同时 老张还从他手下的人口中得知 金正勋热衷于年轻女孩 并经常在家中举办盛大的派对 很快 老张找到了老朋友 在对方帮助下搞到一批先进的武器装备 以此彻底解决掉这个败类 这个男人是一个让人不敢招惹的存在 不管你来多少人 都只是他的枪下亡魂 杀人对他来说简直像砍瓜切菜一样简单 黄毛不断呼叫手下 但一直收不到回应 他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掏出手枪 老张又成功清理了两名保镖 恰巧遇到了黄毛 他迅速翻滚躲过了射击 正当他准备再次冲进去时 老普出现在面前 示意与他合作 但老普却突然开枪 将枪口对准他 老普觉得有了政府高官金正勋这座靠山 他手中的受惠证据根本够不成威胁 老张被压到了金正勋面前 面对要杀害自己的人 金正勋一脸不屑 甚至还嘲讽他 老张面无表情地盯着金正勋 没有多说一句话 老普为了邀功 表示会亲自解决掉老张 说完话 他压着老张走出门外 就在出门时 老张突然反击 然后一个过肩摔降老普 狠狠摔倒在地 见对方不服 直接给了一剂飞毛腿 其他人听到动静都冲了进来 老张捡起两节木棍 开始挨个解决 清除了保镖后 他夺下了老普的枪 这时黄毛突然赶到 老张一个闪避 躲在了把台后面 两人围着把台护射 子弹都快耗尽 但依旧无法伤到对方分毫 老张计算好时机 猛然冲出 直接抓住了黄毛的胳膊 两人扭打在一起 依然不停地射击 枪被打掉后 他们继续贴身肉搏 黄毛手持匕首 不放过任何机会 但全被老张躲开 两人摔进了厨房 战斗接近尾声 黄毛却逐渐失去了力气 老张将他按在桌子上 拿起酒瓶狠狠击打 一番肉搏过后 黄毛落了下风 他再次捡起匕首 但再快拿有子弹款 然后被一脚踹进泳池 解决完所有人 老张找到了金正勋 毫不留情地 直接将其解决 一天后 妻子的姐姐 接到了金正勋打来的电话 原来他才是幕后的奸商 专门收养年轻女孩 公有钱人享用 而女孩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他将养女安排到老张家 就是基于上了他的房产 老张没有废话 让他将车开到郊外 接过了允智的抚养拳后 毫不留情地送走了对方 电影的最后 老张找到了妻子 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让允智受到任何伤害